《Unspoken》將會是4月26日開始做 做到5月12日 我們還有非賣的 希望大家會入場看我們三個 多謝 未試過的 真的未試過 因為在美國都是歌舞劇 如果不是的話就是拉筆舞比賽 所以未試過從零開始生一個表演出來 又要是全 majority就是跳舞 還要不同種舞 再加上中文對白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網上的留言 有很多人是因為你的緣故 會特地去研究一下舞台 即是音樂劇 舞蹈的東西 那些 我會覺得 會不會成為你 為了這個 香港的藝術界帶來新的希望 我全靠你了 我全靠你了 我們兩個都做不到這些事情 就是靠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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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了很多年 都希望做到這樣 對 謝謝 我會覺得繼續 如果可以開放到藝術這個市場 我會覺得 我們做到 有些人特地說 如果去賣票 去看 研究一下舞台 藝術 這件事 我覺得絕對是好事 因為 在我自己的角度 我從來沒有分別的藝術 什麼叫商業 對我來說 全部都是一種娛樂 只不過有些人喜歡聽歌劇去娛樂 有些人喜歡看水墨畫去娛樂 有些人喜歡看韓星去娛樂 我覺得只要能夠讓多些人 去接觸不同類型的東西 對藝術的工作者會好 對一個社會 將會變得更加立體 在舞台的世界 除了Entertainning 當然還有一些 那些東西叫做 一種message 或者一群人一起去經歷一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舞台 永遠不會離開我們 永遠不會消失的東西 所以更加多人來到這裡 可以集體在一起 我覺得這件事始終是很珍貴 你有沒有在他心上 找到一些特質 真的很獨特 想幫他放大一點 我猜他 他有一種很強的生命力 這是我由第一天認識他的時候 就是這一種感覺 那個例子講到我也不想再講 所以我不講 但是那件事是他有一個很強的 打不死的生命力 有些事情我是羨慕的 我沒有了 可能我某個年紀 你還在堅持著 我有點累了 因為他這件事 而能吸引到你其他東西 絕對是 所以對我來說 這一種的 他這一種的個性 這一種的性格 這一種的質地 對我來說是少見的 那種那麼強的生命力 那麼強的力量 那我覺得這件事 的確是對我來說 是屬於舞台的一個原因 那種影響力 那種感染力很強 我是有一種 哇 好 很羨慕他有這種能力 然後是可以 一路是維持的 其實從《全民造星》開始 已經 就是你會發現 這個人不同的 就是他的質地 他的氣氛 我覺得不只是因為 他是外國來的 我覺得不一定是外國來的 他都可以沒有這個質地 那是他本身的人 可能 他的 upbringing 那 他怎麼看世界 怎麼看事物 怎麼看人的關係 都知道我們今天看到的他 就是我覺得 他很有 很有carisma 就是令到別人 很想看他 會很想 他這麼開心的 他這麼有力量的 很想 join in 那我覺得 我也很希望在香港 或者甚至在一個台上 或者不同範疇也好 就是見到他的蹤影 就是因為 真的不多這種 quality 的 performance 我自己覺得 但是因為現在在香港 就是發展藝術 尤其是他這類的 其實在香港以前都有 但是 so far好像 沒有那麼多人注視 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就是因為他的出現 多一些人去討論 都不是的 我坐在旁邊 都有那個位落沙 你明白我意思嗎 就是做舞台劇 做到這樣 我覺得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只不過我覺得有一種不同的 就是在一個追星的文化上 如果我們可以再開拓多一些的市場 不是 我絕對不抗拒追星文化 但是我覺得可以追很多不同的星 你明白我意思嗎 可以追這種星 追這種星 我追這種星的時候 就做這個活動 總之就是 我覺得這樣還好 多一些東西 多一些東西的可能性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 或者他 我信心他又可以繼續做到 可能因為我是知道自己 想念什麼 自己抗拒什麼 自己抗拒什麼 所以我先 我看著我 我這次喜歡這件事 我這次不喜歡這件事 你不要逼我 逼不到 但是沒有負擔的 你的 你的 就是向著你的出發 是沒有負擔的 嗯 我 當然一定有 失去有些機會 還是 沒有了什麼機會 一定有這些東西 但是在同時 我又覺得 我是在這裡去學習 你懂 我是在這裡去經驗 如果當是真的 嗯 比如說 如果有人簽了 我沒有簽了 我沒有簽了 那些東西 我就說 我先在這段時間 學到什麼 你懂 我從這個經驗 然後 怎麼可以 從這個經驗 從哪裡 什麼 那你在說 有些東西抗拒 你是抗拒什麼 自由度 嗯 我可能 喜歡 我喜歡選擇 自己的 對 我想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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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度 要很高 不用很高 總之 我會說 一些人做什麼 他們想做 但讓我做什麼 我也想做 做 有沒有 這次合作完之後 再會 接下來 可能有些 合作 都會再跟他一起 我想我最少 先休息一年 很辛苦 很辛苦 我想我最少 休息一年 然後我們再 再 開始聊 再聊 然後 2026年 是 再想 不知道 不知道 做好這件事 先 一年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我 很開心 他們 邀請我 在這裡 一起跟他們合作 我們 在未來 我真的希望 我們可以這樣 繼續 我也想 正好 就是 下一集 我們去 休息一休息 如果 休息一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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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八年前 那時候 舞台 只是屬於 藝文圈 就是藝術圈子 真的很小 那圈子 說著 1000 2000人 很厲害 我們有很多 很好的前輩 有很多被我們走先的人 梁祖堯 彭秀偉 一路一路幫我們 將市場 將它越來越打開 我們都是 當然我們都是 努力 希望將市場 將它 越大越好 但是 需要很多人一起去做 當然 今時今日 舞台劇還是小眾 但是 比起以前多了很多 也有很多 不同類型的界別的人 你看到 黃子華 我們都和 林海峰合作 1903 是的 我陣子有很多 黃秋生 有很多不同的人 會來到舞台 而舞台 是一個永遠不會死的地方 這件事 我覺得會繼續 而我也相信 舞台劇將會是 越來越多人去接受的地方 世界可以很大 舞台是其中一個媒體 我覺得 只要一天 還有人創作 就會有東西看 可能會說 Youtube會搶了我們的生意 我很喜歡聽Netflix的 那句話 他們的competitor 不是其他 不是Disney 不是什麼 是睡眠 嗯 你明白嗎? 這個很帥的 那件事 不是Disney 不是HBO 不是什麼 是你睡不睡覺 而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不睡覺繼續追 他的挑戰 就是這個 我覺得沒有這個 只有我們繼續走 我們找到別人的需要 我們又找到我們自己的觀眾 這樣就可以了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